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乔丹的鞋子对我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说实话我内心里面还是对乔丹蓝球鞋非常非常向往 毕竟乔丹是篮球之神 Air Jordan又是篮球鞋之神 而且我之前听过关于乔丹蓝球鞋泰奥多传奇的故事 以下就是我精选了一些对于乔丹蓝球鞋的一些评价的那些标签 比如说有什么牛逼 碳板 澎湃 助推 年度最佳 赶紧买 花呗满了 过年就冲 最后两个是我个人对于AJ比较常用的一些评价用语 今天其实就是给大家带来AJ35代的开箱加出体验 说了开箱 首先就是关于鞋盒的设计 乔丹其实每一代的鞋盒我觉得都是挺有分量的 至少是经过设计 不像有一些品牌的签名蓝球鞋的鞋盒 就 你只要就 首先一无两然就是鞋盒上有个乔丹的logo 然后整个纹路是有碳细微编织出来的感觉 拿错盒子了 不好意思 拿错鞋盒了 首先第一眼就是它有一个三个X型这种镂空的设计 其实就代表了30 然后在红色部分代表一个罗马数字的5 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展开式的鞋 然后我们这次买到的版本其实是它的首发配色 当我第一次看到图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双鞋的颜值可能稍微差点意思 因为它的颜色稍微有点太过于随心所欲了 但是当你把这双鞋拿到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颜色虽然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但是它们搭配在一起还真就挺好看的 而且这双鞋无论是这边渐变的感觉 还是它皮质的选择 还是用料的选择 其实都还是挺好看的 这双鞋的实物绝对是要比图片上来的更好看一些 然后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双鞋的一个鞋面 首先无论是从内侧和外侧非常明显的 这两个合成格是在致敬标马 鞋的部分其实大概是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就是两边的合成格 然后中间是这种网格结构 前面是网格结构再加了一层涂层 内侧的部分有一条荧光绿的缝线 适合鞋着这里 鞋带孔 还有鞋皮肤后跟的小tack 颜色是相呼应的 然后再往上看你会发现三道杠的标志 这是在致敬阿迪达斯 这个标志就是你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想象得到 从正面看其实就是一个23 然后你只要反过来 以你自己穿鞋的视角来看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35 但竖杠可能要你自己去大脑里面填补一下 这次鞋的系统 它说它是用了一个新的设计叫Flightwear 反正就是各种wear对吧 飞线鞋舌也是有网格状的设计 和鞋头鞋侧边和外底飞人logo边上的纹路相呼应 到了屁股这里其实后半部分就是在致敬五代了 接着就是它的中底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带镂空的Eclipse Planner 二代 他说这是经过升级过后的 视觉上就是镂空的孔变得更大 相比上一代TPU包裹到了整个鞋身 同时这整个位置也是相比较34代往前移了不少 它中底其实就是前后分离式的zoom 然后外底就是非常传统的人字文 飞人logo在中间 外观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接着就说一些实战感受 我拿这双鞋其实打了一次外场 然后将近4个小时左右 但是强度也不太大 都是跟自己好朋友一起打的 然后场地其实也不太行 就是包养非常差的那种油漆地 所以我就这一次的实战发表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这双鞋必定年度前五 我先说说它的缺点 首先说的是它的抓地 其实这一点稍微有点牵强 很可能是我那天场地的原因 并不是这双鞋的问题 那天打球的场地实在是太差了 保养的太差了 真的 我想给这双鞋找回一点颜面 所以我就暂且把抓地列为它的一个小缺点 我只能说这双鞋可能非常挑场地 毕竟乔丹篮球鞋从来都不是为外场打造的 而且我觉得人字文也不应该 你选择了这种最稳妥的人字文 不应该有场地会出现这种抓不住的情况 当然不是那种完全整个人吃出去那种 没有 我只是觉得它抓不牢 就我有一次做一个冲板 结果球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但我在准备去起跳的那一瞬间我自动停车了 这双鞋稍微往前溜了一点 而且那次是我穿这双鞋第一次下地打球 因为我舍不得穿这双鞋你知道吗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突破的时候 我把脚往侧边蹬的时候 它其实也有一点点的滑 虽然都是能控制的住的情况 但是就不是那么百分之百 让你把那个地给完全抓牢的感觉 毕竟它官网上面写的是出色抓地非凡掌控 橡胶外敌采用改良版人字型底纹 在球场上缔造出色抓地力 注意随心集挺起步和转向 而且这双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鞋侧边的上包稍微有一点点少 因为我一直默认乔丹的篮球鞋 可能是偏后卫一点 而且它的代言人其实也大多数是按照后卫的打法 如果你说这双鞋是为了太阳设计的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它整个乔丹篮球鞋旗下还有沃克 还有塔图姆还有登基鞋 它们其实都是后卫 或者是偏向后卫的打法 其实它们对于鞋侧边内侧的这些纹路的需求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需要 加莱其实就是耐用了 确实这双鞋整体纹路是要比34更深一点 就我看过那双鞋的纹路之后 我其实非常犹豫 34鞋底的人字纹 感觉就是特别特别薄的一小片 然后就浮在鞋的外底壳上面 这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眼 指一个人犯了错误后 能够认识并改正错误 就是最好的事情 来自百度百科 一个小的知识点送给大家 确实是比34进步了 加深了一点纹路 可是实话实说 它也只是比34稍微强一点而已 就它现在这个水准其实真的挺够呛的 就我本来还想给它洗一下 你知道我想说这双鞋桥单篮球鞋 毕竟都是桥单了 这是最顶级篮球鞋 肯定都是为室内篮球设计的 哪会有人拿出去打外场的 对吧 但是他官网说了 橡胶具备出众耐穿性 以降星设计助力纵横户外球场 该PF版本外底出众耐穿 堪称户外球场理想之学 这个就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点 比如说它鞋带容易松了 鞋都不透气了 然后它的重量作为一双中高帮鞋来说 这我觉得还算可以了 44码的单只重量在450克以下 我觉得也是很好 接下来就是说说它的优点了 第一点就是它的包裹 它的包裹和它的支撑 我觉得是要放在一起说的 就是它所谓的新科技叫Flightwear 还真挺有用的 它还配备了一个快速鞋带系统 当你把鞋带全部拉紧之后 在有鞋带的部分 这双鞋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了 整个脚在里面也非常安心 然后同时这点其实是和支撑也有关系 它整个鞋带系统 它外侧拉扯了不仅是鞋面 还包括了TPU 足弓处其实支撑也非常到位 这是我很少穿过带有足弓支撑的篮球鞋 而且支撑的非常到位 当然这个是每个人因人而异 我就觉得顶得很舒服 但有的人会觉得顶足弓不舒服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对包裹的提升也有帮助 就是你脚穿进去的时候 你足弓那里不会空这一块 你懂吗 也就是说你整个这一圈全部是完全贴合你的脚 然后它脚踝处的包裹也非常非常棒 然后它因为它是一个中高棒的设计 然后它后面也是致敬了5代 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有两块小海绵 整个脚踝处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到位的 这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眼 34代出现断鞋带孔的情况 在35代也进行了改善 它就直接把鞋带孔给加粗了 就是你怎么转也转不到 用最狠的劲拉最松的孔 然后接下来就顺便说一下它的支撑 除去它特别好的足弓支撑以外 它鞋面支撑也是非常到位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感觉非常像AJ34 SE 只不过它比34少了一块拉链的设计 特像D&D的时候 你的脚其实不仅是受鞋面的约束 你还受外面TPU的约束 因为TPU上包也是非常夸张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屁股部分 其实在它屁股部分 这后跟有一块非常硬质的港宝也没有问题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它后跟这两块小脚 它因为选的材料太过于硬质 所以你在有一些动作的时候 你是会感觉被顶到 在你脚踝和跟腱中间的那块缝隙处 其实有的时候顶的还是挺难受的 但是有可能跟我个人的脚型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防侧帆 就是这双鞋防侧帆也是非常厉害 就是它包裹好 然后使得这双鞋就非常贴合你的脚 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中高帮的设计 鞋帮处的海绵填充支撑也是非常到位 使得你这个脚其实在侧翻的时候 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接下来其实就是它的缓震部分 前后超大气垫 其实这点我觉得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 如果穿过34的话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只不过这次后掌的气垫更加升级了 但是我感觉到更多的是前掌的反馈 而且在你第一次上脚的时候 我是踩不出来有什么感觉 但你打完第一场球之后 把泡棉稍微踩开了一点 然后它的气垫的反馈 其实就非常有劲 特别是前掌 澎湃到有一些我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就是做完一系列动作之后 要去投篮的时候 可能是我个人力量不足 也有可能是它过于澎湃 在我脚去踩地的时候 我会感觉它气垫太弹了 我可能在某一个点去接触地面 你知道吗 然后在整个脚掌落地的时候 它气垫下面其实是有一点重心不稳的感觉 所以就导致我那天投篮手感特别厉害 听了我夸了这么多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初体你觉得我可能我感觉不出来它有什么缺点 当然这双鞋一定会长测 而且不用我说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去买这双鞋 可能就是等一个合适的价格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 并不叫AJ35 其实它应该叫AJ34plus 或者是AJ34SESE 没有说是一个全新的AJ 而是有点像是34的一个改进版 它解决了34上面一些问题 但是给人的新鲜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够 只是在这双鞋之前 AJ发了一个叫AJ脑摊23 是这么读的吗 AJNT23 虽然我没有穿 因为它太脑摊了 那双鞋竟然要成就限量 我不懂为什么 这双鞋的配置好像是和这双鞋一模一样 而且它外圈的泡棉的设计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双鞋首先配置方面 就不是最新或者是说最顶的那一款 没有说达到一个完全 让所有鞋子都不可逾越的高度 然后它的外底纹路 其实又采用了一次人字纹 也没有说有一个非常原创 或者是非常心眼球的设计 然后说到它鞋面 其实在中间这部分 真的非常像AJ34 SE的感觉 可能扎姆斯球鞋拉胯了 KD球鞋拉胯了 整个耐克的球鞋都拉胯了 阿迪已经整个放弃篮球鞋了 Air Jordan其实就代表了 最顶级篮球鞋的称号 它不仅是要在实战性能上 给予我们这种冲击 它可能在外观上面也能给我一点冲击 这个就是35代吗 这个就是Air Jordan所有的实力吗 所以对这双鞋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改款 而且我真的很佩服它能把系电这个东西玩出这么多花样 并且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这还是蛮神奇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观点 我猜测可能是他们35代理想版本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采用一个比较保守的设计方式 我希望36代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在我们年度排行榜上面 AJ36能够和其他鞋拉开很大的差距 AJ34上市的时候 你在想AJ35 你绝对想象不到它其实跟34的改款不是很大 我在这里就大胆预测一下明年AJ36 它除了致敬6代的科技以外 我至少希望它做出来不太一样的东西 至少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就是外地纹路的设计 它能在外地纹路上面至少别再使用人字纹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不知道乔戴能不能够满足我 鞋面呢我也希望它能够稍微再透气一点 我还是对36保持着这个希望和好奇 35呢就这样吧 我们长测和拆解再见吧 极客鞋谈跟你没完 拜拜